DT值高达32 跟中央的昆阳实验室讨论后 判定这个案例 属于检测的误差值 不是真正的确诊个案 接下来呢 两件事情来报告 第一个呢 日本赠送的这个疫苗 昨天开始施纳 昨天完成了3269人次 这两天依然秩序非常的良好 谢谢大家的配合 接下来呢 我们呢 持续为县民的服务 第二点呢 疫情爆发以后呢 非常多的这个善心人士 捐赠了物资 协助宇然县 共同的对抗疫情 那今天呢 特别感谢姚永杰小姐 她号召许多人捐赠了 10台的这个高流量氧气 笔导管的全配系统 非常谢谢你们的爱心 非常的感谢 谢谢大家 继续 谢谢县长 接下来我为各位再补充报告一下 今天的医疗情况 其实跟各位报告一下 今天我们个案不仅是加零 而且还有负一 这在全台湾也很少见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 待会儿会跟各位说明 但是因为这个个案是销案 所以目前我们的累积确诊个案降到93位 目前呢 我们居家隔离人数是62位 我们已经完成15000多件筛检 目前阳续率降到0.6% 那全国目前累积的个案是13409案 那本土个案是12000多个个案 目前全国累积死亡人数是478例 那在宜兰县是两位 但是最近是没有新的死亡个案 那我们哪个个案销案呢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案号12767 是上礼拜六 一个90多岁的老先生 他是住在一个医疗单位 那后来是因为有些症状 流鼻水咳嗽 X光看起来肺有点发炎 所以医院也很警觉 那给他做了筛检 一采是隐形 二采我们给他用两台机器来做 做等于说两次的核对 结果一台是阴性 另外一台阳性是CT制32 按照规定 这样就必须列为确诊个案 但是医院也立刻给他做第三次裁检 结果第三次裁检 同样有两台机器来做 都是阴性 那么昨天呢 中央困阳试验室讨论过呢 认为这可能是在一个误差 实验成果的一个误差之范围之内 因此呢 而且它的抗体是阴性 所以判定这个个案呢 并不是一个确诊个案 那所以销案 但是呢医院也非常警觉 实际上为了这个个案呢 总共有41个人 有7个被匡列居家隔离 另外还有34位自主健康管理 这41个人呢 全部筛检都是阴性 所以呢目前为止 即使这个个案呢 已经是宣布销案了 我们还是请医院持续追踪 那这些人的相对健康 务必要这个滴水不漏 绝对没有任何的失误 这是这个个案 但是这个因为这样子 让我们整个的个案数呢 降到了93案 那也跟各位报告 那目前为止 我们的阳性率是降到0.60% 那今天是加零 最近这一个礼拜 有三天是加零 同时呢 在6月12号个案 本身是两个 各位可以看到红框框的 从两个降为一个 但是这只是代表说 我们大家非常努力 维持到这个局面 但未来还是要非常非常谨慎 小心 当然 我们朋友 宪明朋友一定非常关注 疫苗开打了 情况怎么样 昨天一天 我们在西北接种中心 就服务了972个人 西南是808个人 那长照机构 同时大规模开打 那有1053位住民 跟436位工作人员 获得注射 所以昨天光是一天就有3000多人 完成注射 今天我们持续 在进行办理注射的工作 当然 接着 因为疫苗越来越多 大家都会有一些 都有机会被注射到 注射以后呢 相关可能的副作用 例如说像注射部位的疼痛 可能会有点疲倦 其实不管哪一种疫苗 都会有些疲倦 头痛 肌肉痛 胃寒 关节痛 或者发烧 这一些如果这些症状 请找医生做个评估 然后必要时候有点药物 其实都可以克制得住 那是这是我们今天 在医疗方面的补充报告 接下来我们就是请秘书长 再跟我们县民 做一些补充的报告 副县长 我们局长 线上的媒体朋友 跟我们的县民 朋友 现在我们的县民 针对 刚刚现场跟大家报告的部分 再做一个补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上礼拜 有特别针对这个 新增的病例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虽然 他一彩阴 二彩呢 两台 一彩阴 一彩阳 不過因为他的CT值 其实是大于30 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 规定 以及 只要大于百分 那个 30 CT值大于30的话 他的传染力 基本上就已经是 微乎其微 但是呢 为了慎重其見 我们在上礼拜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也是说明 就如同刚刚我们局长提到的 我们 该匡列的 该隔离的 我们在第一时间都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那今天呢 很高兴 除了 如刚刚县长提到的 以往我们的家里以外 我们还减一 那这一个部分 确实是 对于宜蘭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讯息 但是呢 也不因为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结果 那我们就来松懈 所以在这地方 还是要持续的跟大家来宣导 一样 我们必须要去注重我们的一个 请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部分 还是呼吁我们的县民 要持续的 来执行 第二个部分 就是昨天 我们社会处 也来做了 在记者会上面 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对于富康八市的 这一个 我们的一个县民 在接种 这样子的疫苗的时候呢 对于他的一个 行动不方便的 只要请 领有我们的身心障碍手冊 或是身心障碍证明的 轮椅使用者 为第一优先 再来就是因意外伤病 需使用轮椅者 为第二顺位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昨天宣布之后 今天开始的一个 我们的年长者 88岁以上的年长者 开始来接受疫苗施打的时候 已经陆陆续续 有一些我们的长者 来使用我们的一个 富康八市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所以 在这边 还是再次的 来跟我们的 县里面的长者 来做一个宣导 就是 如果说真的有 如刚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 服务对象的顺序 顺位 都可以 来打电话 来预约 那我们也会尽快的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接送服务 所以在这边 再次来做 跟我们的 县民朋友 以及我们的 县内的长者 来做一个说明 以上 非常感谢秘书长 跟各位 县民所做的报告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开始 今天的提问的时间 中国时报及东升新闻提问 宜蘭县88岁以上 人口 长者开始接种疫苗 预估本周后接种率 可以达几成 那此外 中央加 第二批即将分配各线 是AZ疫苗 宜蘭獲得9000剂 预计长者施打年龄 可以下修到多少岁 然后可以提供多少剂 给长者施打 那除了长者之外 那其他的疫苗会 如何进行分配 好 这个我来回答 第一点 那个我们88岁以上的长者 大概有接近6000位 我们分别已经 安排时间地点注射 预计到下个礼拜二 应该可以全部完成注射 当然你说第二批的 9000剂 是中央已经公布了 只是说还没到 什么时候到我想 近期可能会到 但是呢 重点是说 当然这一批 会以老人为优先 因为我们在前一批 是以1到5类 还没注射完的为优先 包括长照机构 因为那一块 其实影响我们后续 整个医院的 整个县内的防疫非常重要 那这一批 当然是以75岁以上 老人为优先 那事实上 我们也在观察 这两天的数字 包括实际上 到达到达的比例 然后怎么样 扩张我们的服务的量能 这些 所以这两天 会有个最后的结论 到时候再向大家报告 但是我们也当然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 长者 县民 越早打到越好 不过还有一点 请大家见谅 就是因为 宜兰县真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老化的 我们高龄化程度 高龄化程度 是全国第9名 那当然全国 年纪最轻的新竹是 第二次桃园市 但是我们是 老人比较多 所以数量比较多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 尽快的 让每位75岁上的长者 能够获得施打 自由时报提问 沿岸县今天开放88岁以上 长者施打疫苗 那有长者提到说 儿女在双北生活 但是怕传染给老家的长辈 所以不敢回来宜兰 那于是呢 长者今天才来施打疫苗 那县补会不会担心说 这一波施打之后 反而增加了返乡人潮 对不起啊 这个问题感觉好像说 吃饭会胖 所以就不要吃饭的那种感觉 我想是这样 我的回答是 饭当然要吃 但要吃得健康 要吃得 还要合并健康的运动 还有不要暴饮暴食 同样的 疫苗是我们防疫 非常最基本的一个政策 所以一定要打 只是呢 我们不是只是打了疫苗 就没事了 我们还要继续维持 我们的这个健康行为 即使打了疫苗 还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那我们也会继续 让我们的防疫社区天使 鼓励大家 在这段时间 在双北疫情 还没完全平息一下 区域间流动 尽量降低 大家还是以视讯 这些方式来互相 来这个探视 健康行为 还是要持续 但是疫苗 还是我们防疫最根本的 所以还是会持续执行 中程新闻网提问 请问宜蘭县的游民 更有多少人 那他们在第几类 会安排施打疫苗 这个也容许我来报告一下 目前我们宜蘭县列馆的游民 有35位 其中有18位已经住在机构 那么机构在这一次的 长照机构的师大里面 都会完成 剩下17位 因为中央现在 并没有把游民 列为优先的类别 我想我们也会 非常主动的 符合他们的时候 我们会积极的 请社会处 安排他们来接受 疫苗注射 请问 也是之前的问题 苹果日报提问 就是宜蘭县88岁 跟原住民78岁以上的 长者人数 总共有多少 那今天下午疫苗接种的状况 如何 预估今天可以完成多少人的接种 那目前县内 总计获得了多少的疫苗 那完成了哪几类人的接种 OK 我想 从后面开始回答 那这次分配的是 第一批是一万五千剂疫苗 一万五千剂疫苗 那么 呃 这个目前为止 像刚刚报告 已经完成三千两百六十九个人的注射 那么 刚刚也报告过 88岁合并原住民78岁以上 大概接近六千人 那么 我们也报告过 我们分批施打 我们看问的数量还蛮平均的 到下个礼拜二之前 应该会 都会完成注射 所以今天大概应该会完成一千多人的注射 但是我们还要看 有多少长者 会来报到 这也是我们评估 下一阶段 注射方式很重要的依据 英国日报提问 请问截至目前为止 县内是否出现民众接种疫苗后 身体不适的情况 这几天 我们并没有接到严重不良的一个报告 连轻微不良我们也还没有接到 因为以往像这些会 有些会主动打电话到卫生局 或卫生所来询问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类似的资料 自由时报提问 请问近六节有一名人员确诊 是县外的案例 请问县府对此有什么措施 匡列有多少人隔离 OK 这个案例 因为它是回到北部的城市确诊 所以归别的县市的卫生局来管理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也跟部队有联络过 那么基本上来说 我们还是一样 对他所接触的 不管是学员或者是干部 都加以匡列 我们目前了解 大概已经有19个人被匡列为居家隔离 那14个人呢 一采都是阴性 那在部队里面呢 有封线性比较高的 也加以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大概有27位 其中16位已经完成採检 也都是阴性 所以我们会持续注意这个案例 我们会持续注意这个案例 最后时报提问 说实际执行居家检疫 与居家隔离者 关怀服务 可能接触前开对象第一线人员 这里面是包括了警察 村里干事 环保人员跟 心理事等等的 那除此以外呢 也是要按照个案 看看中央有没有同意 像据我了解 昨天报上新闻说 法警跟要出来相应的检察官 是被列为第二类的人员 那我们只要看到中央的资料 我们当然会立刻加以安排施打 好 感谢各位的提问 那但是呢 我想说 各位 疫情虽然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加零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能够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 而安全的环境 但是 在家里还是有一些 可以让自己生活更开心的方式 那我想 我们今天林县长有一些宜兰的特产 也要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面 一方面防疫 一方面可以活得更自在 我们是不是请县长 跟我们的谢明做个报告 好 各位乡亲 各位好朋友 谢谢大家 这两天呢 疫苗开始施打 那宜兰县呢 秩序非常的良好 谢谢大家的全力的配合 那呢 疫情的关系 种植的面积有163公顷 好朋友 宜兰茶是最棒的 欢迎大家 那目前呢 正值宜兰茶出产的这个季节 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好朋友们 一同来宜兰喝好茶 旅行专线市 东山乡农会 039 这个是025 039 594 025 039 594 025 三星地区农会 039 893 170 转41号 即交西乡 農会 039 882 033 转41 即交西乡農会 039 882 033 882 033 转110 所以呢 欢迎所有乡亲好朋友 要买好茶 就来我们的宜兰县 那宜兰县的茶是真的一级棒 非常好喝 啊 这个疫情的关系 谢谢大家的全力配合 感谢各位 谢谢 我想宜兰的茶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想光是 听 不如是也看 我们还有些实体在现在 现场 我们是不是请县长 带着我们去 呃 介绍一下我们的茶饮 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 全国的好朋友 呃 这个所有的乡亲 依然好山好水好环境 所以呢 不管呢 是汉蜜瓜或者西瓜 那现在呢 我们的茶叶也是正产期 所以呢 啊 我们的这个宜兰茶呢 非常的棒 啊 比如说大同香的宜兰茶 啊 这个大同香是高山的 所以呢 山地的茶非常的棒 还有呢 三星香的 还有呢 啊 啊 我们的 啊 上将 三星的上将茶 还有呢 啊 啊 我们东三香的这个树心茶 啊 郊西的五蜂茶 郊西的这个五蜂茶 就是也是在山上的 所以呢 啊 我们的宜兰茶呢 非常的棒 啊 欢迎各位乡亲好朋友 啊 能够呢 大家呢 能够支持我们这些 啊 茶农 而且呢 这些农民呢 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啊 就是来帮忙这些农民 让他们呢 能够把他们呢 啊 这个长期以来 啊 所种的茶 能够让他们一种鼓励 也非常谢谢所有乡亲好朋友 一起努力 啊 希望呢 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可以呢 啊 过着好的生活 那但是呢 还是要推销 所有的农民的农产品 啊 欢迎大家 也谢谢大家 宜兰茶 讚 宜兰茶 救 三二一 宜兰茶 救 救 救 敏 救 感谢观看